不像命运低头 还要再来看高雄县这位 左手残疾的李先生 爸爸奉灾的时候 他带着怀有五个月身孕的 中国妻子跟两个女儿 逃到了高雄市 那么现在就靠着卖榨玉米 一个月两三万的收入 支撑起一家五口的生计 很多民众知道他们的故事 都常来捧场 在发诱人相亲的榨玉米 吸引民众吻香而来 金黄色玉米刷上特条粉浆 下锅炸到表皮酥脆 海苔干梅各种口味 任君挑选 老板是他 巴巴疯在受在乎李先生 小小的玉米炭 支撑他们一家五口的生计 确实很吃力 是不是要克服一些困难 对对对 要克服这个困难才有办法做 李先生左手残疾 靠着特制的辅具 处理一根一根的玉米 也撑起全家人的希望 金融风暴被裁员 去年又遇上巴巴风灾 他带着怀有身孕的中国籍妻子 和两个小孩 逃出宝来灾区 一切都得从零做起 就直接靠自己 然后靠朋友他们的帮助 来到高雄市 幸好赤柱都有好心人接近 两个贴心的女儿 也都会帮忙做生意 一家人没有放弃希望 齐心努力生活的小故事 也感动许多人 很努力这样打拼 我看了觉得很感动 人家要养全家人 对他要养一家大小 他们辛苦 小小的角落吸引民众的 不只是特殊口味的炸玉米 维系着一家人的坚定情感 更让小小的摊子 散发文心气息 女士新闻最终联写 高雄市报导 对他人的坚定